战国末年,秦王嬴政派大将军王俭率军讨伐楚国,驻军西山,士兵买过照饭时挖出一块石碑,碑上刻有十二个字,有西兵,天下征,无西陵,天下兴,为求得天下逐渐安宁,王俭将此地命名为无西。 唐僧观年间,西天举经归来的玄奘法师游历东南路过无西,发现这里纯乱叠脆,景色非凡,和天族的陵山地形很像,于是就给这座山起名为小陵山,并祖大帝子在此主持开法。 宁山盛进坐落在烟波浩渺的太湖之兵,钟铃玉秀到宁山脚下,气势辉红的建筑,与宝像庄严的宁山大佛比临而立,布局庄严和谐,宁山大佛通高为88米,在全国最高的巨型雕像排行榜中排名第八,不得不说这个数字很吉利,与香港天堂大佛,四川乐山大佛,山西云冈大佛和河南的龙门大佛合成为中国五方五大佛,大佛词言微笑,广世纵深,右手诗无微印,代表除去痛苦,左手语愿印,代表给予 快乐,均为祝福之相,当你瞻仰大佛时会发现,不论是靠近还是走远,往左还是往右,大佛的眼神始终注视这里,好似佛法无边,无所不见,嘴角思笑而未笑,欲言而未语,诸多祖父即将出口,使人悲感亲切,引人种种小想,九龙冠玉是国内最大的音乐动态青铜雕塑群,据佛经记载,佛祖祖释迦摩尼一单身就能说话,会走路,他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走了七步,每走一步地上就会开出一朵莲花,随后他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地说道,天上地下为武独尊,与此同时天空中出现九条巨龙,吐出水柱为其沐浴今生,听旁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是圣水,许多人接了太子的洗澡水直接喝,宁山坊工总建筑面积达七万多平方米,顶部是错落有致的五座金色滑塔,后侧有一座曼陀罗形态的圣坛,坊工融合了中国石窟艺术和传统佛教建筑元素,造价18个亿,是一座当代佛教艺术的珍宝馆,被誉为东方的卢浮宫,吉祥宋 演出讲述了佛陀舍弃皇太子地位和奢侈的生活,一经磨难后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的历程,穷顶闪烁的灯光,象征着佛祖的脑洞大开,参无道的宇宙脑电波,佛祖到底参无到了什么,佛顶头上的发型并不是发迹,也不是因为门票收贵了被人打的满头包,而是一个个象征智慧的松果体,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第三只眼,满脑袋的松果体也代表了佛陀无上的智慧,几乎同一时期,古希纳的苏格拉底,柏拉图 中国的老子和古印度的释迦牟尼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向人们阐述宇宙万物的真相,人类精神文明获得了重大突破,至今都无法超越,被称为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的轴心时代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们所处的宇宙是个虚拟的世界,宇宙最初的大爆炸就是电脑开机的一瞬间,老子所为的道也只不过是运行我们这个宇宙的程序,既然是程序就一定有bug,轴心时代的觉悟者们也许就是被bug选中,了解到宇宙真相的一群人 五鹰坛城屹立在碧波荡漾的香水海中,外观庄严辉煌,红白相间,是一座风格独特,原汁原味的藏传佛教宫殿 店内各类藏文化瑰宝,齐聚一堂,虽不及繁公飞鸿,却也极尽华丽,是江南地区罕见的藏族风情体验中心 许多宝子们对藏传、汉传佛教傻傻分不清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看门口是否有这个logo 有双路金轮标志的就是藏传佛教寺庙,念花湾与灵山圣经匹林,小镇风格仿古,以禅邑为主题 一栋栋米白色的木屋覆盖着青色的大坡顶,点缀在小桥流水和园林之间,是个慢下脚步修养身心的好地方 念花一词注资佛经,是佛教中一个著名异象,佛祖在灵山大会上一言不发,念几千花展示给众人 弟子们皆不知其中含义,也许佛祖是享用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寓意,来告诉世人第五维度平行宇宙的存在 小镇东侧是宽广的绿地,繁天花海,水位耀眼,五六夜市最佳观赏期,景区里红色绿色的观光小火车,一路穿梭在花海间 漫山遍野的鲜花让人心旷深意,一走进莲花湾,迎面而来的是小桥流水和水雾缓的美景 造景者在流水两旁安放了喷雾器,营造出朦胧的禅修仙境氛围 这里没有喧嚣的人群,没有小贩的叫卖,只是隐约能听见远处传来的古增声音,令人安神 华灯初上,莲花湾里的景观灯,悉数亮起,一场唐风送运,光影秀正式开启 莲花塔亮灯仪式,花开午夜,莲花一笑无人机表演,一尾渡江水木舞蹈,古色古香的唐氏建筑群在灯光的垢落下 让人仿佛梦回圣堂,一切变得一幻一针,环太湖公路,一头连着临山盛进,一头连着梨湖 乘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一边是浩瀚太湖,一边是江南村落,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 河女城建于春秋晚期,吴子虚法楚还师,吴王河女命其驻大小两城 大城就是现在的苏州,小城便是河女城 作为吴国都城,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年历史,但这个吴都存在的时期正是吴国最辉煌的时代 孙武受吴王之命,也练军阵 二飞饰演真为游戏,嬉笑打闹,不听号令 被孙武斩立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孙子兵法也在这座无功中面世 黎湖又名吴李湖,相传2400多年前的春秋晚期 五月两国在太湖敖战,越王勾剑,战败被俘 越国大夫范黎出谋划策,密得绝色美女,间谍西施,献给福差 此后范黎主持越国军事,与主持政务的文重携手振兴越国 辅佐勾剑,卧薪尝胆,图强学耻 勾剑称霸后,范黎生之勾剑为人,可与共欢难,不可同安乐 于是自号为陶祝宫,携西施泛舟,归隐无礼湖 熬游于72凤间,没有及时隐退的文重,果然被勾剑刺死 黎原东面便是无锡最著名的景点,世界三大赏银胜地之一 源头祖,另外两个都不在中国 源头祖是横窝在太湖北岸的一个半岛 因巨石突入湖中,形状酷似神龟,昂首而都名 苏有太湖第一名圣,太湖佳绝处,毕竟在源头的美誉 从景区大门可以直接坐百度车登陵半岛上的制高点,鹿顶山 天气晴好时能看到红面上的点点翻影 整个太湖也尽收眼底 樱花谷种植有3万多株不同品种,不同颜色的樱花树 是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樱花种植基地 每年3月中旬到4月下旬,这里都会举办樱花节 届时漫山遍也都是粉嫩一片,古风演绎,传统戏曲 夜赏樱花等各种活动更是热闹无比 赏樱阁是一座访唐建筑,周围被樱花包围起来 从天空俯瞰,像极乐动漫世界里的场景,美得有点不真实 长春桥仿建于北京颐和园的玉带桥 是观赏夜阴的最佳位置,水中倒影,伴着点点落荫 淡红粉白相间,青山绿水也影响 樱花与灯光的结合,风外妖娆 无论是在樱花谷,长春桥,还是沉船行驶在太湖上 每个角度都可以观赏到樱花的渲暗,水路空全景是上阴 360度无视角的一步幻景 从樱花谷可以乘坐游轮抵达三公里外的太湖仙岛 湖面上有成群结队的红嘴鸥,追着游船嬉闹 像护卫队一样,一路跟随,很是壮观有趣 太湖仙岛又名三山岛,是太湖中72分钟的山座 术有三山硬币的梅雨 从岛上的各个角度遥望太湖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样子 延波浩渺的太湖宽阔的和大海一样,林小宫高42米 西城九重岩,是太湖仙岛的最高点 店内供奉有一座18米的玉皇大地像 足有六七层楼高,是全国最高最大的玉地雕像 央视无锡影视基地位于源头组的南面 分为三国城、水浒城和唐城三大部分 是全国首家拍完电视剧后变成景点的影视基地 三国城是为拍老板电视剧《三国演艺》而建 进门后右手边是刘关张结义的桃园和三国人物雕像群 左手边为跑马场《三鹰战女步》是三国城并看的表演 几十匹训练有数的战马奔腾,场面宏大 马背上表演武打动作的演员身手极好,令人叫绝 往西走经过中兴广场的巨大汉顶 就到了曹操水汉寨 三国演艺中火烧赤壁,横朔腐尸 草船接见都在这里取景拍摄 营地的陆地上立着三层高的曹操点浆牌 与太湖上的敌楼对峙,湖面上停泊着巨大的潮潮楼船 依稀能感受到当年赤壁一战从此天下三分的金星洞魄 最西端的吴银,有中金杖造型的周宇点江台 拍摄诸葛亮接东风的七星台 无数根木桩搭乘的九宫八卦镇 吴王宫一带是拍摄刘备与孙上香联姻的主要场所 聚贤堂则是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地方 从甘露寺施机而下,就到了三国城最北边的火烧赤壁特技场 在这能看到火烧赤壁特技表演 揭秘银屏上火光冲天,烈焰翻腾的壮观场面都是怎么拍出来的 三国城再往北走就是水浒城 景区微妙微笑的展现了大松风情 上至皇宫相府,下至明载草屋都可以看到 一幕幕都是影视剧中熟悉的场景 整个水浒城由南向北分为三大区域 南部京城区,中部周县区和北部是梁山区 南部是金碧辉煌的玉道和宋代皇宫 中间是按清明上河图布局修建的清明上河街 还有鲁志生出家为生的大象国寺 中部是宋代市井街道紫石街 在武大郎家真的可以买到烧饼时 也可以试试会不会被二楼的攀金莲砸中脑袋 铁血担心是水浒城最精彩的表演 可以一探武大片拍摄的奥秘 北部是利用太湖水坊间的梁山坡码头 山上走有第一关山寨门 第二关柳头门 第三关中一堂等景点 清明桥古运河景区位于无锡市中心 南长街运河两岸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 仿古的水厢建筑和真正的老宅一起组成了街区 从南长寺到清明桥是精华部分 这里的夜景要比白天更美 粉墙黑瓦的宅子亮起了灯 一串串红灯笼烙印在运河里 沿岸的蒋身灯影古桥明居 在灯光的加持下构成了一幅独具江南风云的水彩画 是工人的金航大运河最美的一段 被誉为江南水龙坦运河绝版地 南长寺始建于南朝两五地时期 距今1500年的南朝484之一 因规模宏大南朝各寺无与伦比 而被誉为江南最盛丛林 沿金航大运河一路向北就到了惠山 惠山古镇以古代池塘群为主 从南朝到唐宋直至明清 有既宰且保存完好的池塘共有120多座 其中还包括赫赫有名的北宋名城范仲淹 司马光等九座宰相池 这些池塘群正在生移 有望成为我国第57处世界遗产 惠山寺始建于南朝 是无锡历史最悠久的景点 生育随天下第二拳而名满天下 早在唐宋时就香火不绝 甚及一时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莫克 帝王将相 在经过金航大运河时都要在惠山寺逗留 全国共有四处天下第一拳 济南 镇江 庐山和北京都在争 而天下第二拳却毫无争议 传说唐代茶圣入语访遍天下泉水 把它列为第二 天下第二拳由此得名 苏氏曾在此写下 独协天上小团乐 来世人间第二拳 诗中的小团乐指的是一种茶 而不是天上的月亮 以泉水泡茶的文化也因此兴盛 二胡演奏大师瞎子阿炳 在此创作 二拳音乐更是家喻户晓 这首曲子只记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在国际上同样九副声明 被誉为中国的命运交响曲 既唱员又名秦源 写下两情若是酒藏时 又起在焦招木木的北宋词人秦官 生前曾来过惠山 对此地的山林秀瑟赞不缺口 生故后被棋子葬在无锡惠山 秦源因此得名 龙光塔位于无锡山山顶 也就是当年王俭挖珠石碑的地方 有锡冰 天下针 无锡名 天下针 疑似穿越者的王莽 当正是曾将无锡改名为有锡 不久后果然迎来了天下兵戈相像 这些就是无锡的主要景点 无锡位于江苏南部 南陵太湖 金航大运河穿进而过 是江南无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以其纵横的水系 和独具魅力的江南风情 而被誉为太湖明珠 包运无悦 光阳尘梦中阴影 山中未尽 唐松原美心 从那年同去 尘甘里南浪到观之日 岁月匆匆停停 没写出勇气 却把心事点一 一波便宜 你也对言辞留许 从对手去 从来没预期 是人游自听 那周旭还不顾面积 常听着在水里 把阵流停了又停 总是不会别离